第二大产棉国印度境内疫情全面扩散 业界聚焦棉价大涨 冲击棉花供应 不论是转单效应 或是台厂立杀空间扩大 台湾纺织业中性看待 没有太大 因为现在用的全纺织的比例很少 大概10% 现代化的原料是很有趣 它有各式各种的功能 那么它的功能重要过 纯粹一个纤维 所以我们目前的化纤很好 徐旭东表示影响不大 倒是持续看好化纤市场需求 市场关心疫情恐让棉花供需失衡 不产原料的台厂 题材却变多了 下游的需求增加 上游的原物料上涨 那么需求增加 其实就可以顺利的帮助这些厂商 把上游的成本给顺利的转嫁到 下游的消费者终端去 因此他们在这一次的整个 出货的过程里面 就可以出现获利成长的一个现象 先前因为新疆棉争议 棉花期货价格已经走扬 业界关注这波棉价大涨 恐怕让缺料问题雪上加霜 下期新闻任何报道 下期新闻任何报道